現在在我們線上是誰呢 是我們的軍事專家 我們的蘇少皇 少皇哥您在線上了嗎 欸 好那還沒喔 在了嗎 欸看到畫面了 稍等一下 我們等他先準備一下 好 來 少皇哥 哈囉 你好 是 我們要問一下這個就是 共軍蝦釋出這福建遠程火箭旅的 這個高空氣球 當然國防部說是為了要 這跟天氣跟偵測氣象是相關的 不過這到底尋不尋常 而且一次4批被發現 是 這個可能不太尋常 因為理論上如果是科研單位 這個在我們的境內 這個要申請這個做科研任務 然後你會運用到這個高空 照理說你應該要這個申請空域 像例如說像民航局 或是像相關的單位 例如說這個海巡署 或者是那個在地的這些 這個那個警察機關什麼的申請 你看像我們如果說 在周邊有一些那個相關的 這些高空活動 我們海巡署都會有一些 那個空域的那個禁限制的公告 那所以如果這個照理說 我們自己的在這個空域上面 做這些科研任務呢 他應該是要向國內提出申請 那如果沒有的話 那當然可能就研犯他 可能是從其他的地方過來 當然就是有可能是從從大陸過來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考量到現在國際情勢 跟兩岸情勢的敏感性 這一類的活動都必須要提高警覺 因為你不知道他做什麼的情收任務 任何任務可能都有 就是你抓包括好 即使是氣象收集 他也可能以氣象收集做名義 然後這個做這個電子訊號的偵查 或者是像那個可能是影像情報 就是例如說地形地露的觀察 或者是做定位等等這些任務 那這些可能都必須要提高警覺 而且說他飛過來的話 可能要飛得夠高 才能夠從大陸這邊 一路飛過來這邊的 然後你要看他就說他會不會有這種 當然第一個是我們的雷達能不能夠觀測到 就是偵測到像這樣子的高空的慢速的這種 因為他飛得非常慢 如果能夠偵測的到的話 要追蹤他一路的航跡 他是從什麼地方飛過來 然後另外一方面就是 如果可以了解的話 知道的話就是他這些吊掛的這些東西 到底是執行什麼任務 有沒有在傳出一些某些電子訊號 這個到某些地方 就是因為他這樣可能會執行 某些那個勤收任務的話 這個他可能會不斷的傳達一些 這個這個即時訊號 回到他原來的這個操控台 或者甚至是衛星 那所以對這類的東西 可能就必須要提高 包括可能要對他做一些 這個相關的這些這個電子訊號的偵測 嗯 校長哥我要問一下 因為他當然現在引發大家 揣測跟擔憂的是時機點 很敏感的問題嗎 因為現在俄烏之間在發生戰爭 那很多人就一直在不斷的講說 今日烏克蘭 明日台灣等等的 那當然我們都知道 在現在目前我們台灣海峽 其實在昨天開始有人募集 是什麼樣的畫面呢 就是美軍的驅逐艦 勞夫強生號 正在通過 中國智庫也說了嘛 他是不只是這個 勞夫強生號 還包含的是美國海軍的電子偵察機 同樣有一架 在台灣的海峽南口在提供情報 這是什麼樣的意思 也代表什麼樣的含意 其實美國驅逐艦 它這個近年來 就是已經常態化的 會通過那個台海 它大概目前的評刺 大概差不多每個月一次 目前看起來這個情況是 是正常的 就是它並沒有比較特別的 這個增加這些評刺 就表示說 它就是如它自己所宣稱 它宣稱這個地方 讓它有航行自由權 然後維護這個區域的穩定 目前大家看起來 也沒有不拖這個情況 但是本體的這個印太的情勢 看就是跟這個對照歐洲情勢對比 我覺得美國 它這個兩個地方 當然都同時都會關心 可是就是說它除了這個台海 它定期的這個巡役之外 其實它這個 還有兩個航艦戰鬥群 還在亞太地區 包括常駐日本的雷根號 跟另外一艘那個喬治華盛頓號 它也在這個西太平洋 它並沒有那個離開這個區域 那這個並沒有增加 這個在地中海區域的航空母艦的部署 那顯然是它這個也在 這個密切監控這個印太這個區域的情勢 那例如那個這個EP3電子偵察機 其實美軍它這個區域的電子偵察 也是常態化的進行 它常常都會有一些其他 像不管是空軍的這個RC35 或是海軍的EP3E這樣子這個電子人機 那這個多多少少也可能跟這個 中共在這個南海這邊的這個進行演習 有些關係 因為大家都會 這個同樣的這個大陸會收集 這個這個周邊的這些電子情報 那美軍也會收集中共的這個 這個海上這些這些相關演習的 這個那個電子訊號電子情報等等 那所以它這個也有可能是 跟這個南海的中共的演習會有關聯 嗯 教授你剛剛有講到說 這個包含了是大陸在南海跟渤海 解放軍現在正在進行 他們的這個聯合軍演嗎 那我就不禁提到 因為其實在今年已經是美艦 第二次通過台灣海峽了 那我們就翻開在去年 其實一整年當中 就像你講的大概一個月 差不多一次 因為總共去年有12次通過 真的平凡 這可能是不是也會挑動到 大陸的敏感神經啊 嗯 我想這當然是會啦 就是他認為說這個是 就是這個那個美軍在干預這個 這個周邊的情勢嘛 那這個可是我覺得就是 美軍他這些正常這些 這個平凡的那個 然後已經例行化這些軍事行動 那這個多少反應他自己 就是當一方面 他是印太的這個局勢的這個關切 另外一方面就是也展現他 對於這個印太尤其是台海局勢 那這個包括像南海 包括像這個東海這些 這個這個區域的局勢的穩定的企圖性 嗯 另外想問一下黃哥 就是關於到現在大家不斷在討論 這個恢復徵兵制的這個議題 您自己怎麼看咧 是 當然因為這個時候是 這個烏克蘭的情勢 會讓我們覺得非常擔心 但是這個徵兵制的考量會比較 那個複雜啦 但是這個可能需要 這個國防部 然後這個政府高層能多考量一些 但是我覺得就是 你不論這個恢復徵兵制 或者是這個強化這個後備動員等等 我覺得你在這個 無論如何這個強 這個增強這個部隊的 這些戰備的相關訓練 那不管是他在這個 在這個那個部隊服役的時候的這個訓練 或者是他這個後備動員 召集的這些這些這個部隊訓練 包括像例如說武器的訓練 然後就實戰化的訓練 這些其實都是都可能是那個更為重要 所以你看前一陣子這個動員召集的時候 那個國防部長有下令就是要讓他的這個 這個後備動員的演技能要接近實戰化 我覺得這個是這個是有必要的 在您的這個這兩天的受訪資料裡頭 你也有特別講到說 關於到底大家在講的台灣跟烏克蘭像不像 你覺得要從軍種上面去多做這個琢磨 因為像烏克蘭跟俄羅斯之間他們當然是陸戰嘛 那我們自己當然這個王定宇很喜歡講 我們是海峽天線等等的 我們的空軍跟海軍就格外的重要了 是 對 因為這個畢竟這個 這個雖然會互相對比 畢竟跟那個台灣跟烏克蘭情勢是 這差很多 因為那個這個 成如這個主持人剛剛所說的 那個俄烏之間是有陸地對那個 這個接壤 所以他只要這個跨過邊界 他就進入這個烏克蘭境內 可是台海因為畢竟有一個台灣海峽天險 雖然說中那個解放軍 他近年來持續的強化 他的這個武力投射能力 像包括我們現在看到直升機 然後包括這個氣電艇 然後兩氣突擊艦 航空母艦的這些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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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繼的建造跟這個投入作戰使用 他正在努力的強化 他自己的這個這種武力的投射能力 但是畢竟這還是會有一個風險 而且台灣也在強化 我們自己的這個就是 制海跟制空的能力嘛 那所以相應來說 那解放軍畢竟他這個 這些武力投射的這個風險也會增加 那這個當然就 對我們來說 這個維護這個自凱跟這個自空的能力 其實是那個 是我們這個最重要的這個議題 非常感謝小黃哥 今天在線上跟我們來對談 感謝小黃哥 拜拜 謝謝 謝謝 立刻訂閱中天電視 支持監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天新聞不會消失 只會更強大